各種滾速、彈跳的遠近高低或左或右都難不倒他 他的手套就像吸塵器一樣 可以把各種球吸進來 有的球則是適時的側身處理 這樣可以對再落地可能會衝一下的彈跳有更好的因應 這背後不知道有多少苦練才有這種臨場反應的吸力 不過主尾的傳球端就相對接球比較弱一些 這個play就差在傳球 否則是非常漂亮的nice play 傳球臂力沒問題主要是傳球穩定度 林之偉大聯盟正守二壘手臂率是完美的1 游擊手臂率9成53 三壘手臂率9成38 但事實上只有失誤過一次 進階手臂數據方面 根據大聯盟數據官網統計的OAA Alts Above Average 也就是初局製造值 原理是針對每一個手臂play 如果大聯盟平均只有25%的機率可以拿下出局 防守員拿下該出局就加0.75分 無法拿下該出局就扣0.25分 出局機率的評估條件包括守備範圍、守備判斷等 林之偉手游擊比較多的2017年到2018年的OAA 分別是-2分跟-3分 其他守備位置則未有統計 至於棒球數據網站Fangraphs 統計的守備進階數據UZR 也就是防守員比大聯盟平均多替球隊手下多少分 林之偉手二壘跟三壘的表現都可以維持正分 但在游擊守了122.1局的2018年累計-2.2分 整體來說林之偉對接球的處理能力很成熟 守二三壘綽綽有餘 但在更要求移動範圍跟比較機動傳球的游擊位置 就會顯得比較心有餘而力不足 現在能夠給 Chris Davis 氣概 goes to the slide in the outfield grass watch out quickly pops up and throws using really the grassy that's a runją shore half actually once the end Kelly's 2-1 high ground ball picked off いただ拍子了 hätte and nice scoop by Swihard over at first base so despite a hot smash Lynn equaled to that Sweihard 幫助他們 哦,那是Livin' Wright,那是Li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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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ght 林志偉在外野總共守了17場80.1局 由於樣本數比較小,失誤過一次,守備率9成44 算是中規中矩偶有佳作 包括有結束比賽的關鍵牆前接殺 還有一次差點演出雷射肩 雷射肩定的場面 may be enough to get over the head of Lynn it did not our Chevrolet player of the game another one that one driven headed for the wall that's off the monster right back to Lynn Swanson looking for two and it gets away 雷射肩定是Livin'環境 played that absolutely perfectly off the wall and I thought as soon as he got it there's no way Swanson is going to be safe at second 红外也在2020年9月24日 大比分落后派林子伟上场投球 第一球就被震撼教育挨轰 之后又再掉了两分才终于结束半局 最快球速79.7mm 也算是有了投球初体验 林子伟当部首也是机缘巧合 2020年8月13日 红外本来是派上野手Jose Peraza投球 但Peraza被强吸球急伤后退场 红外直接让场上的捕手Kevin Plowacki 接替投手位置 正在场上的游击手林子伟担任捕手 这对头补搭档顺利拿下两个处局 没有被急出安打 没有失分 林子伟还用转手腕的方式 而不是比较明显的拉手套 偷到一个好球 真是不错